一个男人穷不可怕 怕的是没有希望 刚才左燕老师说 如果你要是一旦努力起来 会更成功 我不这么认为 那是建立在一个男人 有自尊的情况下 他才会这样 但这个女生 即便用那样的方式来刺激他 也没有看到他有什么自尊的体现 当你看着那个所谓的 上司载他回家的时候 你内心不舒服对吗 在不舒服之后 看见了什么呢 也没看见你有什么觉醒 对不对 你并没有付出什么 你连为了一个女人 或者是为了自己 来一份稳定的工作 忍受冬天的严寒你都做不到 我怎么可能相信你将来能够给 他一个很好的家呢 其实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 你首先要做到自己最优秀 爱情一定是让两个人越来越优秀 而不是让两个人彼此越来越依赖 你得赶紧努力起来 找份稳定的工作 自食其力 否则的话你这辈子就毁掉 你听见没有 听见了 你对他还有感情吗 有没有 说不明白 或者说这种感情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 过去 好 那今天就说分手 既然已经成为过去 就没有必要为已经失去的情感 来赌明天 好吗 好 好 就这样 好 谢谢附老师 谢谢 谢谢